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12月上旬有这么一条消息 以色列政府官员警告珍珠党撤离在黎巴嫩边境的部队停止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否则会爆发另一场战争 12月11号,以色列国防部透露 他们拦截了从境外发射的六枚导弹以后 并对黎巴嫩的领土进行了炮击 以色列的空军随后打击了珍珠党的一个据点 因为就是这个据点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 就在前一天,以色列和珍珠党互相发射导弹 这是双方循环报复的动作 已经造成6名以色列士兵丧生 珍珠党士兵死亡100多名 在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接壤的地方 以色列政府已经撤离了数万居民 把北部边境变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基地 在北部的地区陈兵10万 也就是说,以色列担心以哈战争的扩大 已经在为跟珍珠党的战争做准备 战争准备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对面的珍珠党也集结了 他们的精锐的拉德万兵团 配备了新型的武器 包括布尔坎短程火箭 这种火箭可以携带1000多磅的炸药 11月的时候,这种火箭 对以色列一个军事哨所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据估计,珍珠党拥有大约15万枚火箭 不过到目前为止,珍珠党只发射了少数 这种新型的布尔坎短程火箭 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战争升级和蔓延 珍珠党拥有的火箭是哈马斯的10倍 包括一些先进的,有GPS导航的武器 包括飞毛腿导弹以及叙利亚制造的特施灵导弹 能够覆盖整个以色列的领土 此外,珍珠党的反坦克导弹使用规模大幅度增加 现在每天都在使用激光制导的弹药 能够穿透一米厚的钢铁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扎基哈内格比透露 以色列要求珍珠党调走拉德万兵团 撤退到由联合国规定的停火线 距离黎巴嫩与以色列边界大概18英里的地方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一个 避免双线作战 面对以色列的要求珍珠党没有回应 但知情人透露珍珠党内部已经拒绝以色列的要求 而以色列也毫无疑问的有跟珍珠党开打的准备 那些被迫疏散的以色列居民 现在大多跟亲戚住在一起 或者住在其他地方的旅馆里 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游说力量 他们敦促以色列对珍珠党采取强硬立场 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受到珍珠党的恐怖袭击 就像哈马斯恐怖袭击的那样 以上是跟珍珠党相关的新闻综述 从中我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10月7号 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跟当年911恐怖袭击一样 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 至少也是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的事件 之所以会改变是以色列朝野的认知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以色列的民意发生了反转 以哈战争打到今天 北加沙已经夷为平地 要重建家园的话要好几年时间 这几年之内不能住人 阿尔西法医院下的广阔地道也终于录真容 哈马斯把医院当掩护 把平民当盾牌的行径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以哈战争将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会重塑中东 对珍珠党和伊朗也会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以色列人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们这次是吃了衬陀铁了心 过去虽然以色列和西方盟国成功地阻止了伊朗掌握核武器 但伊朗仍在开发核武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而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 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以色列 如果国际社会或者以色列获取情报 伊朗已经掌握了核武器 以色列会不会先发制人对伊朗发起进攻呢 这一点国际社会不确定 但自从以哈战争开打以后 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 要知道在过去 加沙的阿尔西法医院一直是禁地 是以色列不可触碰的禁地 因为这是医院 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 禁止直接袭击医疗设施和平民目标 在军事冲突中 保护医疗设施和平民是受到广泛认可的原则 特别是阿尔西法医院 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医疗设施之一 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人员 在冲突期间 医疗设施对于提供急救和治疗 受伤的平民至关重要 一旦攻击 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 增加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孤立 2014年 以色列跟哈马斯 又过一场50天的战争 国防部的官员们知道 阿尔西法医院下面遍布了隧道 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如果能摧毁阿尔西法医院 就能使哈马斯的领导层瘫痪 这次以色列国防军毫不犹豫的一举 占领了阿尔西法医院 打破了过去的底线 以色列用实际行动证明 在10月7日的屠杀之后 自己有能力 也有意愿 轻较哈马斯 哪怕是冒天下这大不危 哪怕是针对医院发动进攻 也在所不惜 这是一个很大的民意反转 虽然以色列的军事实力 远远超过哈马斯但一直不愿意 采取雷霆万军的扫荡行动 就是怕国际舆论的压力 也怕军人伤亡 特别怕本国的平民伤亡 因此过去以色列搭建了 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修建边境高墙 还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到以色列的工作机会 采取的是手势 是怀柔政策 但现在 以色列军人已经接管了医院 缴号了哈马斯的枪支 手榴弹 无人机等等 更重要的是 美国政府站在了以色列一边 其次 北加沙已经夷为平地 以色列也是向真主党 向伊朗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要跟我作对 就要承担同样的后果 真主党是一个 比哈马斯更危险的对手 因为它拥有特种部队 迫击包和精准的火箭 以色列在过去十多年 一直生活在对真主党的恐惧当中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真主党紧紧把问号向以色列发射了一千枚火箭 也紧紧针对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 这也证明真主党得到了这个信息 伊朗也得到了这个信息 不采取行动把面子上挂不住 但真要动手还是相当的收敛 伊朗现在已经相信不能把以色列逼得太急 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相当重要 拜登政府之所以能够支持 也是有美国的民意基础的 华尔街日报12月中旬的民意调查显示 55%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以色列 正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保卫自己 并防止哈马斯的进一步袭击 相比之下 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不成比例的已经过火 在对待以哈战争的态度上 42%的选民表示他们更同情以色列人 相比之下 只有12%的人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更为同情 随着战斗进入了第三个月 美国在这场冲突上的态度 反映了党派和代际之间的分歧 拜登总统在应对以哈战争上 不怎么被看好 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赞同拜登的处理方式 而52%的人不赞同 这跟拜登整体的民意支持度相当 现在他正处于任期内民调最低的时候 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 遭遇了新冠疫情弄得灰头土脸 拜登现在遭遇以哈战争 还有乌克兰战争 也可能会被弄得灰头土脸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关注和订阅 并点赞留言分享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 再见